她本是最受宠的公爵千金 为了复仇甘愿与怪物结果 至爱的母亲惨遭姐姐毒手破 纯洁的百合花从此化为毒枝花 在和黄太子结婚前一天 莉莉发现未婚夫和姐姐贝拉在抽吃鸡 为了宝中匿匿两人强行给她灌下去 那是贝拉亲自炼制的剧 喝下后秒变雅女最后慢慢痛苦死去 为了制造出不在场证据 他们把她存绑在马背上丢到视线荒原 而今晚刚好是血月之日 血月之日令人闻风丧胆的怪物就会出现 然后途径每一个花 被丢在荒原的莉莉刚好是她的盘工 算盘打的琵琶响响 我在广东都听得到 就在莉莉平临死亡最后一颗怪物救了 并把她带回了怪物专属庄园 当她再次清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木影庄园 这是一座坐落在狮草荒原深处的谷 这里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王子 当非暗中的男人打了个墙子 关案的房间瞬间点亮 莉莉这才看清眼前之人 竟是艾萨克电影 王主艾萨克是陛下最年轻的弟子 是新月王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从子 我的未婚夫理查德王子 见到他都要恭敬叫一声王叔 传闻他有言有钱还有名 妥妥的高富帅一名 是所有贵族小姐的离醒 却因为沉迷非魔法误入契图 独自入狮草荒原远离人群生 从此这个神话一般的男人消失在风情之中 想到这莉莉赶忙下床表示感谢救命 然而低头的瞬间一阵旋律邪 莉莉身子不稳扑到艾萨克堡 艾萨克准确无误叫出她的名字 我知道你 差一点成为王子妃的不幸运 虽然凯瑟琳的魔药可以正义性 但黑魔法语毒药是隐秘工 你昏睡了两天身体还很虚弱 需要进阳一段 就不必对我拘劣 艾萨克的话她捕捉到重点信息 两天过去了 也就是说我和理查德大婚之日已过去了 皇室婚礼新娘却缺席 莉莉无法想象着带来后果有多有 她的父母会遭受伤 想到此莉莉控制不住浑身颤走 见此一旁的艾萨克突然问道 莉莉小姐你恨他们吗 你想复仇吗 这对莉莉来说可只是恨 简直是恨之入义 可她只是个没出过规格的贵族小姐 平时除了针线和桃佩草药其他的都不死 这样的她要怎么和王室 与有一半魔女血液的贝拉维 看她如此沮丧艾萨克托起她的脸 看着我 决意复仇的女人就不要在地上 我可以教你谋略 暗杀我一 刀剑是要她永远留在墓影庄里 留在她的身边 文言莉莉有点猛 传闻中故傲到不死一世的殿下 会被初次见面的人还说出这 她虽然救了我的女人 可她毕竟是王室中 我不确定她是否是值得信赖之一 想到此莉莉再次行礼挽绝 尊敬的王储殿下 我很敢经营地救命之一 可我也有婚约在身 在单身男子家中所住的害民被流言放逝 继续我回家 艾萨克为座挽留顺存了她的心意 两人擦肩而过时 艾萨克突然抓住她的手 这一操作着实把莉莉吓了一条 在她以为她反悔时她觉得 穿着睡衣徒步跨越师草光源 文言莉莉这才意识到大 伯乐的斗敬酸如此轻薄 睡衣和陌生男人聊天 在她奋不得顿地时 艾萨克让下人给她准备起马荒衡 目送的她起马远去 不脸为规矩的女 殿下灵就这样放的女孩离开 我们以查明身份 她是圣女唯一的女 她有资格继承母狐 戴在相传的魔药费 从小尝遍各种 她的血能让受血相影响了 失控的您 恢复原本的样貌和神奇 好好使用她是帮您解除 诅咒回归宫廷的最佳捷径 艾萨克一言不发 只是静静看向空中的飞鹰 这只鹰能给她带来 她想要的信息 因为她要的永远不是情色 而是对方心甘情愿主战者 那样她才会源源属命 而另一边 莉莉气喘吁吁 赶到了罗兰公爵 至爱的妈妈 却用一种她无法接受的真实名对 前几天才说 要亲手送她出嫁的妈妈 此刻静静地辞着 然而来不及悲伤的 她才会关了起 理由是 她是杀害亲妈安如夫人的兄弟 尽管她歇斯底里 求见父亲表明 她是冤枉的 然而非但见不到父亲 法律 费拉高傲的样子 反复此时楼 她的叫喊在费拉眼里 就是个孝子 看来我的好妹妹 不想自弄 你在期盼谁来探望你 罗兰公爵吗 可惜父亲大人 因为最疼爱的女人力 位于野男人私奔 毒死生母逃掉皇家婚礼 而突发心急 一并不起 我待会还要去为她熬药呢 当贝拉慢吞吞吐出毒药两次时 莉莉终于明白 贝拉不但杀了妈妈 还准备对父亲动手 而她成了替死鬼 被印在通缉令上 明晚他们会将她送上讲心台 而他们原本想将她 伪装成为罪潜逃 借怪物之名死于尸草荒云 而她好小不巧 当好成了全国茶余饭后的谈资 与她青梅理查德而言 她只不过是龙中却顽腻了 便会随手丢给 她最爱的从来都是名女和皇位 不就是个渣男而已 她不在意 但最让莉莉不平的是贝拉的心 贝拉是有魔女血脉的私生女 父亲接她进攻绝腹 母亲视她如己出 把药学知识倾郎向上 而她一直把她当成亲生姐姐探的 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愤怒的莉莉双手掐上了贝拉 然而却迟迟没有用进全力 这给了贝拉反抗的机会 我给了你饿死我的机会 而你却用来给我上瓶子 冷干说出我腻了这句话 贝拉毫不犹豫念出咒语 巴拉巴拉小魔仙送她上西天 接着一阵耀眼的光包围了她 随即被弹出两名远 不知哪窜来的小绿妖 瞬间给她平板结实 原来贝拉一直愤透了 都是罗兰公爵的女 凭什么你的母亲是圣女 就可以沐浴祝福与爱降生 而我的母亲是魔女 就要居无定所颠沛流云 凭什么我们同时爱上了茶堆 父亲只为你定下皇室婚约 而我和他只配在阴暗角落里头体 等你死了所有我一切都是 看着贝拉歇斯底里历历后果 忍不住撕心裂肺叫好 皇储殿下我后果 我要复仇请帮我复仇 然而让她意外的是 她的祈求得到 窗上带着小天才的乌鸦回忆 立功小姐 你的祈愿我收到 乌鸦不喝水时还是有两把刷子 鸟气一吹小绿妖瞬间断裂 眼瞧着乌鸦缓缓落到她面前 莉莉忍不住问道 小乌鸦 你会模仿 这话让玻璃心的乌鸦很过分 我才不是什么小乌鸦 我有名字 我叫凯伦 皇储殿下最信赖的秘义 奉主人之命前来迎接 罗兰小姐返回木屋庄里 此话溢出震惊的猎人 我勒个动 眼前的小乌鸦 竟是名声显赫的密探凯 当楼下士兵 嫩嫩卡牢的铁栏杆 怎么消失时 莉莉从窗口一跃而起 凯伦在下面准确接住了 莉莉小姐做好短途旅行准备 飞行中偶尔会有颠簸机的 抓牢我的名帽 楼下的卫兵 只能眼巴巴看着巨型乌鸦带立的逃跑 众目睽睽之下 和一只拥有黑魔法的女逃跑 会更加印证了她是凶手的牢人 但她别无她 留得金山再不怕没缠烧 日后她要她们血在血上 黑乌鸦嘴欠只不过偷喝了女孩的夜 下一秒就变黑板板美男子 开局那么辣是女孩该看的吗 金的女孩萌恰恰嗷叫 黑板板只好无奈解释 小姐不要怕是我呀 我是凯伦 十分抱歉刚才冒犯到莉莉小姐 没想到你调制的要这么厉害 我好久没变成人了 差点忘了自己没穿衣服 没错 此乌鸦就是带她逃离罗兰宫绝府的凯伦 带着她一路飞翔又回到了墓影庄园 当艾萨克问她是否准备好时 她明白从此刻起 她不再是那个娇娇公爵小姐 她感谢艾萨克在她无家可归时的收留 可她更想明白她重叛清理还成了通缉犯 收留她的隐患与危险更是大过利益 您这么帮我是为了得到什么呢 听到她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艾萨克感觉不错 她还算聪明知道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 那么这个伙伴至少不会脱后统 告诉她也无妨 以后要朝夕相处也瞒不了太久 是为了你的血 几年前我中了一种很麻烦的阻断 而你的血可以缓解 作为交换每月的月圆之夜 把你的血给我做要怎样 说话的同时艾萨克给她一条 对她来说意义非凡的项链 彼此表示她的诚意 这条项链唤起她五味杂陈的心 那是她妈妈的项链 是外婆在妈妈出嫁时送的新婚礼物 妈妈说过在她成婚那日会亲手给她戴上 如今物是人非 她再也等不过来妈妈为她戴上 她定会复仇要让理查德和贝拉血债血偿 既然双方相互利用何必纠结那么多呢 想到此莉莉推开肩膀上的大手 转过身边对面靠近艾萨克 仔细查看她的眼睛 接着解开她衣服扣子 当衣服敞开之时果然如她所行 艾萨克胸前显现出紫色月形图案 是月免之父 此刻莉莉终于明白 她为何选择离开王室在这荒原深处离群独居 传说中黑暗魔法月免之父的人 会在月人之夜忍受钻心尸骨的痛 然后丧失理智彻底变成怪物 最后杀光至爱之人后发狂死掉 而那只会魔法带她逃离的乌鸦凯伦 也是中了魔法才成了药 而凯伦是艾萨克从奴隶市场买来后 一直跟在她身边 是她得力的影子侍从 我女入境那晚是凯伦替她挡开了部分诅咒 不然她早就变成野兽或废人 而凯伦从此就只能以乌鸦身体活着 我迟早要找出那个对我下咒的女人 以及只是她的幕后黑手 让他们付出千百倍代价 所以站在同为复仇的立场上 我能与你感同身手 莉莉解开了心里的疑惑 对她来说区区一点血而已 这是一场很划算的交易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 就请允许我为您调配安神止痛的草药了 当独眼玫瑰来报凯伦送来国王的信件时 瞧见的就是两人近距离亲密接触 愣神的侍女终于反应过来赶忙说道 莉莉小姐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和殿下的秘密说出去 这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她只不过是想近距离查看 殿下被诅咒后的症状 研究要怎么对症下药而已 莉莉只是实话是说 但在独眼玫瑰眼里就是有本事的 因为她和凯伦用魔法 也只能勉强减轻殿下的发狂程度 莉莉小姐居然有办法解咒 实际上莉莉确实没有解咒经验 但她从小在母亲身边 耳濡目染学了不少药学知识 最重要的药引是她的血 加入她的血调制出来的药 就能解除艾萨克的负重 这也算是她报她救命的恩 艾萨克带她参观她的书房 参观她的练务场 以及院子里其他地人 甚至给她准备一间功能集权制药室 这对莉莉来说是一个惊喜 介绍完成保艾萨克有事前去无忧攻 并交代她有事呼叫凯瑟琳破法任 莉莉忍不住叫住艾萨克 王蜀殿下 请问您是有什么心事吗 原来作为钥匙的莉莉 对患者情绪十分明感 自从艾萨克看过陛下的来信后 虽然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 但内心却显得比平时焦躁不安 既然大家站在同一战线 她希望能帮上忙 然而她的好意为了 能成为出众的人物的艾萨克 当然不可能如此轻易 对一个算不上熟悉的人全盘脱出 我的事情你不必过问 如此冷冰冰的话莉莉无言以对 她说的也对 不是说她救了我就能和我成为朋友 望着要玩里的倒影莉莉不有感叹 莉莉 你已经不再是公爵小姐了 既然离下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她的收留只是为了喜 既然如此那就满足她的要求 然后尽情利用她达成自己的目楼 正想的入神当中 贪吃乌鸦闻到香味飞来二话不说就开选 这可是莉莉为艾萨克熬的式作品 来不及阻止要玩以剑谱 瞬间一阵强光闪耀 然后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一幕 比利清楚这是加了她写的缘故 城堡里的药材只有最基础的几种药效有限 维持人形的模样只有半天就会变成乌鸦 理论上如果换成珍贵药材就能维持更久人形 但还带实验 何况独角兽的毛和人鱼的鳞片都是有价无事的东西 迫切想变成人的凯伦立马拉莉莉敢去集市 万一运气好就让她遇上好药材了吗 再简单不过的逛集市对莉莉来说可是难事 因为她是被通缉的身份 万一被皇家卫兵发现后果不堪设计 她的担心在凯伦眼里是在小不过的事了 变个装布就行了 交给我把保准打扮到连亲生父母都认不出来 女孩好不容易找到最强魔药材料 然而下一秒就被人横刀夺爱 看着红发你那张想让人冲上去撕烂的嘴 女孩默默掏出痒痒粉全送给她 红发女脸奇痒无比淡嘴却不断喷粪 健壮巧克力美男直接提刀就上 你个小倩倩我不关心你是谁 但你羞辱了我姐姐按我们范拉族的规矩 我可以杀了你 没错她就是乌鸦大人凯伦和莉莉小姐 莉莉担心她通缉犯身份不敢逛集市 然而看到镜子里那陌生模样简直不可惊喜 这范拉族姑娘竟是她自己 她以为梳妆工作是凯瑟琳想不到凯伦隐回 闻言凯伦傲娇黑黑笑 变装可是密探的基本技能 顺带提个醒 你穿的是我的衣服 闻言莉莉脑中不由浮现穿范拉族服饰的巧克力美 解决身份问题两人来到药店 美艳老板娘与凯伦的互动中 莉莉看出他们是老乡识 虽然凯伦说这是沾了王储殿下的光 据凯伦说这家小店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 总能搞来市面上见不到的稀罕玩意 华洛就见美艳老板娘抱来的盒子貌似不简单 然而想不到竟是成年雄性人鱼鳞天 是最强效的魔药材料 见状钱带凯伦交代全包了 没别的意思就是钱多而已 这是门铃声响起 人为进门声先道 依西斯太太我让你去找的人鱼鳞天到货了吗 看到来人莉莉挺无语 他此刻最不想见的就是这敦温婶 女人斜眼瞧着莉莉这身装扮轻裂吧 范拉族卑贱婢女买得起这么昂贵药材了 说话同时一把抢过莉莉手中的灵片 因为在他眼里范拉族人要这灵片 只会调配够男人的琵琶药 随即无视他们一连串点了好几样药材 老板娘并未如他的愿 因为灵片是莉莉他们先定下 再者他不明白红发女怎敢如此和他们说话 老板娘的话在红发女眼里就是个笑话 范拉族不过是连国家都没有到处游荡的 就算他们来头再大也不过是在某个贵族家当差的 而他现在可是罗兰公爵唯一的千金 随即要出双倍价格抢走灵片 没错女人就是莉莉的仇人贝拉 在凯伦眼里就是长了张让人想上去撕烂的族 而莉莉关注的重点是他爆出的那些药 他要买的那些药是用来做木偶摩药的 喝下那种药会逐渐丧失智力与判断力 最后变成任人摆布的傀儡 他说过要给父亲熬药 看来是想用药物控制父亲 把整个罗兰加玩弄于鼓掌中 见他如此嚣张莉莉随手拿起痒痒粉 默默撒向他 面对贝拉的气急败坏 莉莉淡淡道 你抢走了我的灵片 这瓶巴卡马卡粉味就作为赠品了 哎呀对了 得小心点用 千万别接触皮肤 否则会起起痒无比的疹奏 文言贝拉就像喷粪的机器嗷嗷叫 早就看他不顺眼的凯伦刷一下把他扯过来 三十六计刀你就是上级 暗凡拉族规矩如此羞辱族人的 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杀了 眼见不对劲 贝拉终于抽出一丝脑子里清晴过 伊西斯太太明知她是罗兰加的 却仍然对他们毕恭毕敬 难道他们的确有她不敢得罪的背景 现在是我将罗兰加捏进手里的关键时刻 可不能节外生枝 想到此差点咬碎后 曹牙的贝拉终于弯下千斤腿 心不甘情不愿地向他道歉 在凯伦利刃下承认自己才是肮脏下头女 当然野狗乱叫莉莉也不会放在心上 她要的是人鱼灵片以及贝拉要的所有药材 因此莉莉当着贝拉的面笑 咪咪咪打包了所有她点过的那些药材 并对老板娘提出以后禁止贝拉入面 对此美艳老板娘乐想其成 神仙打架她小人得利和乐而不为 办完事情莉莉和凯伦打道回府 于莉莉而言这一次碰面只不过是复仇的开端 被推倒在地的贝拉差点成了忍者神规 连背景都优雅地像一朵初开的板刻画 是未来王子妃的莉莉小姐 贝拉不确定是不是莉莉 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才是她的形式作风 因此贝拉第一时间来到理查德府 花花王子理查德此刻身边因因念念好不惬意 玩猪八戒捉媳妇一把捉住贝拉 然而当拉开猛眼不调看清来人时 理查德脸色就跟便秘一样 因为她警告过她无数次不要擅自做主来攻击见她 贝拉无视这张帅气便秘 偏由加速描述小店里所行所见包括她的怀疑 顺便在会影东流让理查德脑 身为王子殿下的理查德最恨人们说她比不过黄树艾萨 那么贝拉就偏要把这件事和莉莉联系起来 借刀杀人的是何乐而不为 眼见理查德那张俊脸染上浓浓的怒火 她知道她成功了 她是帝国名声赫赫的战神 有钱有盐还有谋 但二美到月圆之夜就会化身恶魔失去理智 为此她费尽心思解除咒语 直到遇到了她 莉莉和凯伦收拾贝拉后心情大好 唯一的不快就是凯伦又变成了乌鸦 但仍然阻止不了她那只乌鸦族 哈哈哈哈 你看到她那种成猪头的脸 太爽了大快人心了 对于凯伦的幸灾乐祸莉莉很担心变主 她担心她会遭到贝拉的报复 但凯伦说无需担心 迪西斯太太是最有本事的凡拉族女人 就算他们不出手 她也不会任由他人羞辱自己的同体 再者她的帮助不是因为殿下的权威 而是和他们一样未报答恩情 当两人回到木影庄园时 竟看到王楚殿下手拿怀表一脸不耐看着他们 那意思就是回来太晚不像话 回到房间的莉莉不由地哀声叹气 忍不住问侍女是不是太惹殿下生气 因为她跟她解释为何出门时她的态度有冰冰 跟她好生好气道歉 她却要管控她出入城堡 就算她对我有恩也无权限制我人身自由 然而侍女却说她是关心她 原来她从王宫回来的第一件事就带花去找她 然而找遍城堡却看不到脸 当得知她是和凯伦出去时才稍安心 但却一直在大厅等候 她担心她沉浸在丧母之痛 又怕因通缉身份被认出而遭遇不测 原来竟是铁憨憨不善于表达而更愿付出行动 而此时这么晚了她还在恋戒 莉莉忍不住问您是有什么心事吗 而埃萨克只是冷叮叮说不必过问她的私事 话虽如此但却很绅士送她回访 见此莉莉猜出她为何是烦恼 埃萨克既没否认也没承认 而是反问她从何得知 见状莉莉知道自己并没猜错 毕竟她曾是王子妃了解一些王室传闻也不难 理查德一直野心勃勃基于皇位 她想娶她不过是为了利用罗兰家族扩张自己的势力 而国王对埃萨克这个弟弟一凶意 但坊间传闻说她忌惮埃萨克的战功 能对埃萨克是以强大诅咒的人必定极了解她 他们需要她活着又要她生命狼藉地离开权力中心 只要想想谁是受益者便不难推测出您的处境 话音刚落埃萨克一把捂住她的子 立马醒悟的莉莉急忙道歉 她不该妄议她的家事 闻言埃萨克笑道我不讨厌聪明的小姐 如果能更有分寸些就好了 我兄长要在王宫举办家族晚宴 如果我无法出席她将默认我已无心正事 并废除我的王主之位 而那天恰巧是血月之夜 因为埃萨克深居浅出流言四起让她起了疑心 或者她知道埃萨克中月免之父 特地为她设了这次演习 莉莉不由担心问她如何应对 埃萨克知道即使是鸿门宴她也必须出席 因此她请求莉莉为她配置魔药 闻言莉莉很开心因为她相信她 她会让她以理智健全的身体去应对内网的体制 两人谈妥后 埃萨克邀请她做她舞蹈 尽管莉莉非常乐意但她还是担心 皇家宴会理查德也会到场 埃萨克明白她所虑之事 因此她给了她全新的名字 让她彻底脱胎晃了 她的新身份就是雷欧尼亚古国的莉莉斯公主殿下 她向她新闻手里问是否愿意假扮她的未婚妻 莉莉突然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另一边伊西斯太太的店忽然起火染红了夜晚 而王子府内里查德似乎在等什么人 片刻后下属来报她吩咐的事情一半 而她要找的人就藏在旧世界范拉人开的铺子 因为她找到了一条项链和一卷发丝 娇娇之女黑话归来 不再傻白甜只为首刃仇敌 正如她所料贝拉不会善罢甘休 即使乌鸦凯伦说不用担心伊西斯太太 但莉莉还是做了准备 在埃萨克帮忙下准备一具和她体型相似的美食 以及一缕头发和她的项链安排在伊西斯太太的店里 草药店果然被烧并脱走那具尸体和盒子 好在伊西斯太太听信莉莉的话提前转移贵重物品 最重要的是城里的通缉令都撤掉了 莉莉很感激伊西斯太太愿意配合 如若不然这出假死的剧目也难以进行 伊西斯太太这才知道火是皇太子理查德放的 那天在店里和莉莉起争执的女人是理查德清楚 虽然损失不大莉莉还是感到抱歉 如果那天她能够退让一步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些 如果可以的话她想补偿救世间被牵连的人 然而伊西斯太太却不赞同她的想法 她不后悔帮莉莉的忙 但如果遇到猛兽一位装死是没有用的 要么逃走永不回来要么刺穿她的心脏 莉莉谦虚接受了伊西斯太太的建议 并提出以后不要再叫她罗兰小姐 因为罗兰家的嫡女莉莉已经死在救世间的那场大火中 送走伊西斯太太莉莉独自走在院子里不由叹气 埃萨克突然出现莉莉还是很诧异 埃萨克不明白她为何哀声叹气 她的预判是对的 准备了尸体以及用头发和项链让理查德相信她已被烧死 现在应该感到放松才对 难道你在为波及救世间的平民感到自质 文言莉莉一言未发 见状埃萨克给她做疏导工作 店铺被烧是因为贝拉卑鄙下了 而理查德因很善妒仅此而已 此时的莉莉不会再觉得她该对贝拉人 而是后悔她先前为什么没置她于死地 她的觉悟埃萨克很欣慰 她的眼神越来越像个复仇者 并且告诉她在店里那种场合凯文不会真的对贝拉动手 杀人她只会听她的命令行事 你想把仇人千刀万剐还请亲力亲为 抽出短剑 看着刀刃上映出的那张脸 沉默片刻猛抽出短剑向前刺去并问她 要扮成雷奥尼亚古国的公主需要学习什么 艾萨克轻松躲开她的突袭同时说道 雷奥尼亚是以女王为尊的国家 将军与大臣皆是女性 说话的同时两人交手并未停下 艾萨克轻松化解她的攻击 手腕一鸣短剑光当掉地 在一个反手艾萨克把她扣在胸前 又是她赢了 莉莉也很无奈这样的鄙视两人进行过无数次 每次都同样的结果 当然除了武力值还有马术 笔 来了来了 莉莉和艾萨克正要玩贴贴 哪知下一秒艾萨克这老六突然露出獠牙伸出魔爪 这一爪子下去可想而知莉莉那小脖子的下场 原本裁缝为莉莉量身定做公主礼服后 艾萨克拿来雷奥尼亚古国书籍 她需要在一个月内掌握她们的语言和历史 史书讲述雷奥尼亚王室女性与生俱来拥有强大白魔法血脉 可以操纵自然元素净化一切误会 这一能力让古国迎来七百年和平昌盛 很快末日降临于雷奥尼亚 山崩地裂活与纷飞盛极一时的古国沉落海底 从此魔女被视为不祥存在被驱逐 而雷奥尼亚王室非常爱土地与子民 他们以殉国为荣 有传说他们与天灾对抗到最后一刻 与古国的巨大财富一同葬身海底 也有传说雷奥尼亚末已潜逃到新月王国隐姓埋名 而莉莉发现雷奥尼亚火山喷发时是她出生那年 艾萨克曾费尽心思找过他们 可惜一无所获 雷奥尼亚王室净化能力能解开艾萨克的月敏之父 此时莉莉方明白她以雷奥尼亚公主身份现身的原因 她的血能压制艾萨克变身 而消失一段时间的艾萨克再次出现在血液之下 非但没变成怪物 身边还多了一位雷奥尼亚末裔公主 怒后黑手定会认为她的诅咒已经解除 那么一定会有下一步行动 而她就是用来引仇家现身的诱饵 见她理清其中厉害关系 艾萨克劝到害怕的话可以退出 莉莉拒绝了 艾萨克选择她来作诱饵说明她需要她 也说明这件事相当棘手 学习一门语言对她来说比武艺和暗杀容易多了 接下来莉莉进入高度学习状态 从白天到黑夜蜡烛一根接着一根燃烧 累了困了以桌为床 当艾萨克进来时看到她再次趴在桌上沉沉入水 手里还握着笔蛋看起来睡得极不安稳 梦宇不断泪眼婆娑 艾萨克静静盯着她睡颜 片刻后轻手轻脚给她一个公主抱 缓慢沉稳的步伐看得出怀里人的分量 直到她把她放到床上也未见醒来 可见真真累很了 这时艾萨克心口突然一阵抽痛 毕生痛苦的闷哼惊醒了莉莉 见她醒来艾萨克转身准备逃离 见状莉莉一把抓住了她 但又问到是否是咒服又痛了 她毫不犹豫伸出手要她喝她的血压制 艾萨克此刻痛得冷汗直流 握着那只戏腕仿佛听到血液流动声 下一秒她嘴里冒出的獠牙莉莉惊呆了 那双截骨分明漂亮的手此刻变成恐怖的魔爪 这只魔爪正放在她白嫩颈簸上 只要稍稍用力她立马能去西天取经 艾萨克极力的克制却压不住魔花 瞬间压倒她张嘴就要咬向颈动脉 莉莉从未见过这样的王主电影 就在獠牙距离颈动脉0.1毫米时莉莉粉红 莉莉的反抗唤醒艾萨克暂时的理智 再次与魔花斗争终于彻底清醒 待看清一切实意把推开莉莉 双掌捂着脑袋痛苦不堪 嘴里不忘对她道歉并向门口跑去 向她咆哮不要看她也别跟着 跑到门口撞到正端咖啡的独眼玫瑰 独眼玫瑰知道她的主子又发作 这样的场景她见过无数次 莉莉不放心在后面追上去 手里还握着一只红色管子 莉莉赶来时看到独眼玫瑰哼着曲子试图让她冷静 她曾在书上了解过越美之父的莉莉 可亲眼见到才明白 即使在强大的战士也不堪一击 独眼玫瑰恳求莉莉帮助她 她也不知为何突然提前变身了 她此刻正在忍受 常人无法想象的疼痛和甘苦 然而艾萨克打断了独眼玫瑰的情形 并大声吼道让她滚远点别靠近她 如果她不想死的话 莉莉明白她的用心 她怕发狂是会不顾一切撕碎她 莉莉无视她的叫吼 走上前要她先服用这只试作的药剂 虽然这里面掺了她的血 但不确定效果 艾萨克把药剂丢地上 并要她赶紧离开 见状莉莉也恼了 骂她是无理取闹了孩子 并警告她不要在病重时对医生嘴唇 话落莉莉把管理的药剂一饮而尽 随即报告躲上艾萨克的嘴 在艾萨克惊讶眼神中 她以特殊方式服下了药剂 然而服药剂后的艾萨克瞬间晕倒 顺势倒在莉莉身上 原来解除狂发后她会昏睡过去 参加宫廷舞会时一定要注意这点 三天后莉莉正在药房改良药剂 毒眼玫瑰来报说 礼服已经做出来让她去世 这么速度做出莉莉也很惊讶 毒眼玫瑰透露殿下 还为她准备惊喜的谢礼 文言莉莉很惊讶 两人自那天过后 也有三天没见过 她强迫自己一心扑在调配药剂上 双方仿佛心照不宣地回避着彼此 他们之间那点暧昧 自己打扮得像个一栋手势轨 应该不介意我在为您添些装饰吧 莉莉和艾萨克为这次宴会筹备已久 当然不会让四处挑衅的仇敌好过 两个自从那件事后已三天不见 听说王楚殿下要见她莉莉还是有点忐忑 两人碰面艾萨克让她是穿礼服 同时下人端来一个金色盒子 她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打开盒子里面的绿宝一看就是价值不费 看到这条绿宝石莉莉不敢置信 她急忙叫住准备离开的艾萨克 忐忑不安询问那颗绿宝石 没错中间那颗绿宝石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那颗 当初伪造火灾尸体的时候 莉莉为迷惑对方把最重要的绿宝石交给艾萨克 虽然真品更能保证万无一失 但艾萨克觉得这是她母亲的遗物不该舍弃 因此用赝品替换掉 好在最终结果没出纰漏 说这些话时艾萨克不敢指示她 她怕她会觉得她多此一举 然而下一秒后被一阵暖衣令她惊讶不 莉莉突然跑上前抱住她 泪眼婆娑不断地感谢 她以为再也见不到这条项链 这是她给她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平复激动情绪后莉莉转身去换礼服 望着她背景艾萨克陷入沉思 她总是不管不顾扑向她 不知道待在她身边有多危险吗 想到上次她不顾一切扑上她时 艾萨克不由自主抚摸嘴唇仿佛还闻到那百合花香味 转眼就是血月之夜 也是艾萨克和莉莉筹备以酒要铺的鸿门宴 舞会热闹非凡所有千金贵族接到场 美艳高傲的女侯爵赛琳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目光 人们纷纷猜测从不参与社交的赛琳今晚出现 那意味着艾萨克王储也会到场 看她东张希望皇子殿下上前套进步 赛琳侯爵是在找我那个不敢抛头露面的皇叔吗 听说她沉迷黑魔法已经变成怪物 一到满月就会发狂 现在恐怕正赤裸着狂奔在湿草荒原上 为了成功邀请赛琳跳舞皇子殿下卯足了劲 然而她的算盘注定落空 赛琳满眼比一拒绝说不合纵火癖好的男人跳舞 闻言皇子殿下气急败坏 就接纵火案不知何时起传言纷飞指向她 当时明明神不知鬼不觉作 赛琳转头就看到打扮庸俗像爆发户的贝拉 当然她不认识她 面对她的询问皇子殿下说不认识没见过 闻言被拉上前看似做自我介绍 实则是让赛琳知道现在公爵府是她做的 以及今后她会嫁给皇子殿下将是王室成员 毕生艾萨克王储殿下倒打断了众人思绪 当然赛琳是最高兴的一人 她今晚只为艾萨克而来 随着两人走近 俊男两女组合惊呆了所有人 王储殿下气质超群众所皆知 那紫罗蓝色眼瞳美丽的女人她到底是谁 艾萨克没让众人猜测太久 主动介绍着美丽女子身份 她是雷欧尼亚补国的墨裔公主 同时也是她未婚妻 毕时激起千层浪 众人再次惊呆 这位令人不敢直视的美人是王储未婚妻 一出场就成万众瞩目的娇子 原来是雷欧尼亚墨裔怪不得气质如此脱俗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可她的美 其中贝拉就是一个 在她看来这种装模作样 流亡贵族冒牌活要多少有多少 看着皇子殿下一脸疑惑明亮 贝拉贴近她耳朵嘻嘻疏一通 文言皇子殿下瞬间露出一脸不怀好意的心 看着个怀鬼胎众人 莉莉向赛琳粉去 同样高傲美丽的女人同台再次吸满注目 莉莉礼礼貌问道 您一定是殿下常常提起的赫斯提亚女侯爵的 文言赛琳非常惊讶 艾萨克哥哥竟然向她提过她 还说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青铜兄妹 文言赛琳怕收起扇子轻飘地抬起莉莉下 非常不满到她可从没向我提过 你这个来路不明的未来王妃 艾萨克制止了赛琳无礼的行为 这时狗屁奥高皇子殿下上前阴阳怪气的 皇叔是什么风把你从银森古堡吹到宫殿里 是这股名为莉莉丝的妖风吗 说话的同时守过安分抬起莉莉下巴 莉莉言为发啪的一声一耳光扫过去 随即高傲到我乃是雷奥尼亚古国公主 留不得你这般羞辱 仇人之间总是特别了解对方 贝拉不会相信有如此巧合之事 雷奥尼亚那可是允魔女世代为敌的神女家族 怎么会嫁给一个被魔法诅咒的人呢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莉莉拳头捏得咔咔想恨不得当宠广 艾萨克悄悄按下她愤怒的拳头 把她拉到她身后维护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随即说到我今天带着她来本事 为了澄清那些荒谬谣言 话音刚落莉莉双手按在贝拉头两侧 随即闭上眼有模有样念起咒语 巴拉拉巴拉拉来点小花花 随着这舞结束贝拉头上开满小花花 莉莉一脸无害到您打扮得像手势柜 不介意我再多添些装饰吧 贝拉瞬间像只火火鸡 莉莉这一手让荆棘饰品开出花 更加奠定她末裔公主身份 艾萨克趁机补充到 这就是雷奥尼亚后裔的力量 她能治愈一切伤痛进化一切误会 也能拯救一切生命 在她面前任何黑魔法都无所遁形 文言贝拉依然不肯相信 雷奥尼亚神女明明早就已经 她的嘟囔被众人比意窃窃私语淹没 如此艳俗粗野之人一看就不是什么上等 要不是莉莉小姐没了罗兰加也轮不到她继承 而另一边艾萨克有些担心的 艾瑟琳的魔药只能在荆棘关上造出一层幻影 三个时辰后就会消散 你不怕被她发现端宁 文言莉莉一点不担心 以她对贝拉的了解她马上会卸下花关 此刻皇子殿下同样感到丢尽了脸 正让她滚原点 咬牙切齿的贝拉狠狠卸下花关 愤怒地摔在地上 气急半坏逃离舞会 一直关注她的莉莉发现她落单 她要去探探口风 这里就交给艾萨克上后 艾萨克没有阻止并叮嘱她小心 然而草包皇子殿下也随时关注莉莉动向 她离去瞬间她就盯上 看她离开的背景皇子殿下若有所思 宫廷盛传一种销魂密钥 只要沾上一滴即便强壮骑士都会沦陷 掌握密钥的男人恶向胆边生 趁女人毫无防备之际 男人从身后一把抱住 并趁机偷偷把密钥滴在女人身上 没错此人就是跟踪莉莉而来的皇子殿下 瞧见贝拉离场 莉莉悄悄尾随而来 此时的贝拉气得面目猙獰 那个废物理查德竟敢看不起她 但凡她有莉莉那样的身份 别人怎敢当众羞辱 迟早得让他们见识见识真正魔女的厉害 你在这里啊 罗兰家的小姐 莉莉偶遇地口吻问起 贝拉满脸力气莉莉甚感压抑 一顺不顺盯着莉莉 对于这个女人她还心有余悸 莉莉施然靠近贝拉惊恐不已 相比于贝拉的惊恐莉莉则是一派淡然 您流血了 莉莉一言未发拉过贝拉的手 随即格外认真顾忌不造帮她包扎 贝拉掀起眼皮子暗暗瞄着眼前之人 优雅完美的姿态简直无懈可及 你的手没事不用担心 这一脸无害的笑贝拉深感毛孔锁 你究竟想要什么 糟糕在上的神女让我出镜阳相 现在又来施舍我吗 贝拉的一惊一乍莉莉竟收眼底 但现在还不是收拾她的好时机 虽然我们的祖辈互为仇敌 但那已经过去 身为魔女后裔难道你不觉得吗 莉莉友善完美的回答 你什么意思 曾经的魔女神女现只不过是贵族们谈资 你我都一样早已没有应有的尊严 莉莉一番独特见解贝拉感同身受 是的那些傲慢的渣男迟早要付出代价 闻言莉莉笑旁如花突然抓住贝拉的手 你是在说理查德王子吗 说话的同时在贝拉手臂一阵摸死 一个红色香囊准确无误掉入她手 方才就觉得宁锈口有奇特味道 果然是熬乱的曼陀罗香味 这就是制造木偶魔药的药物 突然被人揭穿真相贝拉气的咬牙切齿 她不允许把柄落入他人之手 毫不犹豫施展黑魔法 魔法瞬间将莉莉包围 红色香囊肉眼可见瓦解飘散 见识已成贝拉一脸得意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贝列手段真是使用的炉火纯青 莉莉深知是她大意了 眼见贝拉转身离去莉莉及时出生 你看起来很敏感罗兰小姐 我手里也没有您向贵族使用诺偶魔药的证据 贝拉阴沉的脸盯着莉莉 不确定对方话里几分真假 从她的表情莉莉已得到她想要的答案 看来不仅是父亲 她对理查德也开始使用诺偶药物 得到答案后莉莉立马退场 再不走的话贝拉的魔法就要向她招揽 莉莉能感觉到贝拉明显的杀影 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把父亲救出来 莉莉沉浸于自己思绪时 殊不知危险悄悄靠近 一只大手从身后向她伸出 有力的臂膀突然搂住她的细腰 突然的身体接触莉莉惊吓不已 待看清来人莉莉一脸淫愈 立声道王子殿下请名自重 然而她的话不但没劝退 估在腰上的手反说得更紧 令人恶心的气息喷在她白嫩肩背 如此美丽的你我怎么舍得放手 知道这渣男不会就此放手 莉莉毫不犹豫使劲全力手走撞向理查德 趁她呼通之际赶忙逃之夭夭 到手的猎物给逃了理查德并不挠 她对她势在必得 想摆脱她可没那么容易 莉莉一口气跑了老远 一扇门时毫不犹豫撞开 望着这若大的客厅莉莉傻眼 该死她竟迷路了 别逃了我的小猫咪 在埃萨克来之前 我会把你变成我的 不容她多想理查德已到门了 该死理查德这是对她势在必 莉莉小姐不知道 在你被我抱住时 就已经被我下宫中命 知道中命要之人会怎么样呢 会丧失神智沉入欲望 不能自拔 出来吧你逃不出我手掌心 是在必得的理查德 不急不慢一点点寻过 窗帘下露出半只脚丫 理查德露出意味伸长斜向 走过去伸手就要掀开帘子 理查德王子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突然的叫唤声 理查德掀开帘子的手一顿 转头入眼的是 手持蜡烛的女官 西亚夫人又是你 理查德一脸不悦道 这里是会客厅 不是您的游乐场 没有受邀请的话请回吧 西亚夫人不惧理查德 一感一眼说道 被打断好事的理查德 非常不熟 不过是个皇后身边 教导女官 能不能少管点闲事 我没想过管束 您但皇后殿下马上到 我需要清理现场 可您现在是在妨碍我工作 西亚的油盐不尽 理查德不得不放弃 但在离开前不死心掀开帘子 然而帘子后面 空空如也只有一双小小的戏 本以为是囊中物 却发现物不翼而非 理查德不可置信瞪大眼 心而轻的西亚夫人 很适宜质问 您是在排练什么独目剧目 如果是给陛下准备的表演就算了 如果是故意拖延时间的话 卓蓝打水一场空的理查德 气急败坏交臂子 愤怒不已大步往外走 急不甘心 筐用力甩门而去 静等片刻 西亚夫人对着黑暗方向说道 出来吧 你运气很好 如果她在耐心点就发现你了 然而化落帘子后面却不见动静 西亚夫人亲自掀开帘子 入演的是莉莉正割破手指放血 西亚亚裔不已 你居然懂得放血来抑制密钥的毒性 是谁教你的 母亲传授的一点小知识而已 再给我一分钟力气就能完全恢复了 看出对方不想多说 西亚伸出手指点了点她额头 很聪明知道用鞋子做诱饵 如果我没有及时出现的话 理查德也许已经死在你手上 为什么帮我拟我非亲非骨 碧莉的质问西亚不以为意 理查德做这事已不止一次 被她得手的少女超过一只手 但是被管控的宫廷密钥理查德绕不过 除非通过某种非法手段 这种人的存在简直是皇室迟辱 碧莉不懂明明她很厌恶理查德 但却不惩罚她 然而对于女官来说深感无力 陛下宠爱王子 而她不过是皇帝的女官 更何况王族做这种事总有人善后 除非引发大型公众丑闻 不然没人能动他 文言莉莉一言未发她深知她的无奈 趁皇后陛下还没到快走吧 说话的同时解下自己披风 这里发生的事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碧莉接过披风随手披上 我不会忘记您的帮助 等一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中密要放出的指尖写有八分读刑 那个瓶子你打算拿来做什么 莉莉俏皮打了个手势 虚致是秘密 当然以她对理查德的了解 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这次在她身上没得逞 那么接下来她发现目标只有一个 确实如此 此时理查德气急败坏来到贝拉面前 用你的巫术把莉莉又拐到我房间来 否则的话我会拿这个去找陛下 让他们知道我之前所作所为 都是你这魔女唆使的